这里是新西兰 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 神秘的中土世界 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 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 因为天生励志 那是不用说了 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 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 我们一起在行动 新西兰环保部联手PandaTV37 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 绿野新宗志Dog自然说 带您深入森林 探索海洋 寻访真奇 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 还等什么 准备好行囊 和我们一起出发咯 每周三早上9点 熊猫电视台TV37和FM90.6 同步播出 敬请关注 各位好 欢迎您锁定收看 由PandaTV37和FM90.6 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 绿野新宗Dog自然说 我是主持人叶昂 大家早上好 我是小娇 今天早上我们非常非常开心 再次请到的是 环保部的Louis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又要跟大家出去玩了 先让Louis跟大家打招呼好了 大家好 我是新西兰环保部的Louis 那么在前 我们已经有三期的节目了 那么大家呢 已经多多少少的 对整个的新西兰的这边的环保部的工作呀 以及我们周边的一些环境啊 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那么我们也看到呢 从我们的这些听众观众的feedback来说啊 大家现在更关注的就是 讲了这么多道 能不能具体点说我们怎么去呀 怎么玩啊 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几个 大家可以上岛去玩的小岛 没错 那么今天呢 更多的啊 是挑了 Louis精心挑选了几个 他自己本人特别喜爱的 当然环保部也特别关注的几个小岛来给大家介绍 是的 我们这次呢 就专门给听众朋友们 还有观众就是挑选了四个吧 我觉得特别推荐给大家可以 而且很方便去到的一个小岛 然后给大家具体的介绍啊 上面有什么 我们可以怎么玩 以及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到这些小岛上面 所以这些小岛首先来给我们明确 它都是在这个Horarchy Golf上面的岛屿 对对 他们都是Horarchy Golf上面的 然后都是归属于我们新鲜环保部管理的一个岛 然后我们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游玩的条件给大家 比如说上面有各种设施啊 然后还有一些小屋啊 提供大家给过夜的 对不对 你还可以就是带上全家人 像是出去露营一样 但是就相关于你就不用带帐篷了 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那种露营小屋 然后你提前可以在我们官网上面预定 然后这样就是计划好形成就可以在上面过夜 看很漂亮的星空哦 我们当然这样子啊 从大家耳熟能详的岛开始往下说 我相信住在奥克兰的朋友第一个知道的肯定是Wahiki Island 但是呢我们相信呢大家自然知道也去过 但不一定玩的透 所以我们让路易斯跟大家说 您认为Wahiki Island上最好玩的是什么 好的没问题 但是其实我个人是没有去过Wahiki 还没有去过对对对 我们去的一般是比较可能人比较少 就是因为Wahiki 大家也知道就是很多居民在上面 但是应该我很快就会去了 Wahiki大家都知道就是以它的那个葡萄酒庄园比较文明 大家都可以就是上去会看到很多种植葡萄酒的一些 庄园 对庄园 然后都是自营的 然后都很漂亮 我听朋友们说就是很值得一去 然后爱酒的朋友们就可以参加这个Fullers 他们会有一个品酒的一个团 就相当于可能有三四个这种你可以选不一样 比如说有去六到七家酒庄足一 还可以这样的 对对有这种品酒的行程 我们所以这样的行程可以达到这么多家呀 对六七家 然后它相当于早上大家一起坐船去 然后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岛上的一些风光 然后它就有大巴 然后带着大家一家一家的去 然后对品酒之旅 对我觉得爱酒的朋友们可以就是看一下这个Fullers官网上面有很多介绍 然后如果不是那么的喜欢酒 就是想要去更多的观光的话 他们也有行程像是只去一到两个庄园这样体验一下 然后晚餐的话就在庄园上面看着无敌的海景美景 对这个也是很棒 我觉得下次我就要定一个这样的行程 其实Wahikiki它最方便的就是它的船比较多 对它很多 因为很多像我们办公室同事 他们也有很多住在Wahikiki上面 每天坐船这样子来上班 这么通勤其实也是挺方便的 是的 然后说这么多玩的 跟大自然方面的话呢 Wahikiki上面呢也有很多的步道 然后具体的话可以 但是他们不一定是Dock管理 可能是Council管 所以这个步道的话呢 大家也是在这里可以推荐一个 阿华克兰Council的一个网站 是专门查找这个步道的 然后叫做大家搜索AKL就是Auckland的缩写 然后PATH P-A-T-H 对这样就能搜到它的官网 是Council的官网 然后呢像是你住在哪个区域啊 然后你就直接搜索 像我住Albany 我一搜Albany 然后附近所有这些比较不同难度系数 还有能不能带狗狗啊 这些信息都会在上面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好 大家平常都说去步道 但其实总是缺失这么一个官方的信息源 那大家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是AKL PATH 就是AKL是奥克兰的缩写嘛 PATH就是P-A-T-H 大家一搜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网址了 又偏提了 这个Wahikiki上面的步道很推荐给大家 然后呢在那里你如果想看到我们的这个本土动物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可爱的小蓝企鹅 哦这样一个区域也有 对对特别的多 这个好像真的大家忽略 这是小蓝企鹅的叫声 对这是他们的叫声 然后他们我之前有收到就是中国的热心的一些网友 跟我说说哎呀我看到这个小蓝企鹅的尸体 在这个海滩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其实不是 这就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 新权代谢的感觉 对对他们可能有一些太小了 然后适应不了这个环境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他们的时候 虽然他们很可爱哦 然后也很平易近人这样很喜欢 可能就冲你跑来 但是我们还是要就是注意 就是我们与所有的这个野生动物呢 都要保持安全的距离 像是海狮啊海豹这些 我们可能看到有些游客就是 他连长得可爱 但他不是个可爱的动物 对对就有些虽然他不会攻击你像小蓝企鹅 但是我们也是要给他就是足够的空间 让他们好好的就是成长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们再多说一个岛 因为相对来说大家比较熟悉 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岛 我自己去过 我自己很喜欢 我也是特别喜欢 录音是要跟大家介绍 这个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可能也说过 叫做Motuihe这个岛 然后呢他比较小众 但是呢现在的话 Fullis跟Redbo都有船可以去 大家就是也是关注一下 这些船公司的这个timetable就可以了 然后他呢之前是一个离岸的农场 毛利人很早就在那边定居了 然后曾经也是海军的训练基地 然后有一个亮点就是以前呢 它上面是没有那么多树的 是在我们这个志愿者的这个帮助下 现在是种了45万颗的原生树木 全部都是厚重上去 厚重的对45万颗 所以真的是非常庞大 然后我希望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 也可以组织就是中国的观众 就居民一起上去 就是参加这个活动 特别的有意义 让你以后每次上岛都想 这是我种的 以前爷爷奶奶种的树 对跟下一代说 这个感觉挺好 然后上面就是有上期特别强调的 有那个大蜥蜴 我特别喜欢 然后因为它是唯一可以追溯到 这个恐龙时代的一种生物 对而且它是直接生活在野外的 对对 不是雕塑 也不是在动物园里 也不用在你身边 是的 所以我就特别推荐大家 我很期待 可以就是通过 因为你自己去 可能你没 就是很难发现 你也不知道它在哪里 对不对 我们这时候就需要专业的人士带你去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MultiK Trust的这个网站 因为是由这个Trust 它来负责管理这上面的 一些具体的一些设施 对我们是跟他们一起合作这样子 然后所以大家可以去 这个Trust的网站上去预约这个向导 然后方便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个地方 那这个小岛大概比如说要在那边玩多长时间呢 这个小岛 我觉得这个小岛上面是有我刚刚说的Dock Hut 就是可以过夜你可以订的 然后设施我上次去看觉得还还蛮不错的 对还挺豪华的 然后如果订到的话可以全家带着小朋友一起去 然后如果你只是一当天的话我也比较推荐 像是夏天的话那边很多私家游船都会过去 因为那里的海滩呢是特别特别的漂亮 我觉得已经 我觉得已经要走了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现在呢马上我们要稍作休息一下 那么在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 其实我们还有两个更加的 大家可能没太听过的名字的小岛啊 要推荐给大家 没错稍作休息一下啊 在一段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跟Louis接着聊关于小岛的那些事 好的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 依然是由PandaTV37和FM90.6 正在为您同步播出的绿野心踪Dock自然说 我是主持人一人 大家早上好 我是小焦 那么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两个非常美丽的小岛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个小岛啊 要跟大家介绍时间紧迫 不过还在我们说这两个小岛之前 还是快速的要跟大家补充一下 Wahiki有个目标 对我们Wahiki Island呢 有一个很雄伟的目标 其实也不是单独Wahiki 只是在Horaki Gulf里面呢 现在就那个Wahiki住的人比较多 所以他还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就是我们的Pass Free 2050 就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 Wahiki Island呢也能加入我们这个 无公害小岛的其中一员 对这个需要我们大家 共同的努力 然后在奥克兰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就是贡献一些力量 像是我们在这个自己家的后院啊 还有农场啊 就是有老鼠出现 或者附属这些有害生物出现的地方呢 都积极的配合我们Doc的工作 就是比如说设立一些Trap啊 就是捕鼠夹 还有这个我们往后面专门做一些给大家 我们刚才在广告的时候跟李金路易斯已经取过金了 不过这个我们下几期再说 是的 那么接下来还有两个小岛 一个呢叫做Rotoroa 虽然我们有个城市叫Rotoroa 但今天我们说的是Rotoroa岛 对这个Rotoroa呢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很耳熟 然后我们之前也是有做过一调查 问这个中国的朋友们说 哎你们去过这个Rotoroa岛 其实呢他们差一个字 就是这个是Rotoroa岛 R-O-A 对然后Rotoroa是那个我们的温泉圣地 对 所以呢这个小岛呢 其实比较少人去过 然后它是在这个上面有很多的历史遗址 像它之前呢是一个监狱的设施 但是后面呢改造成了Visitor Center 还有校舍这样子 很有自己的风格了 对对这个岛上你是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的 然后那个Visitor Center 我们之前也推荐给大家过 你们就是去那个步道 就是走完之后走一圈环岛之后呢 可以进去参观一下 然后呢它现在这个上面 还有一个雕塑下的作品 成为了一个新的地标 是一个三个像小天线一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雕塑 我们党部会给大家来找来看看 对对 对特别的可爱 这个是那个岛上的一个新地标 又成了打卡的地标 对对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这个岛我们是建议大家徒步游览 然后大概呢就只需要九十分钟 所以非常的轻松 环岛九十分钟走一圈 也不用环岛就是可能是它的步道 就是设计的九十分钟 对 然后Fullis的话呢 夏天也是每天都有航线 大家周末 这个冬天就是只有周末有航线 反正就是可以去Fullis官网 看一下这个提前预定我们的船票上去 是的那还有一点点时间 Rongi Toto Island其实大家都听过 但我坚信很多朋友是没有去过的 真的哦 其实我第一个去的离岛就是Rongi Toto 因为它离我们比较近 对 是最近的一个岛屿 然后呢像我们这个风景比较好 地势比较高的豪宅区 能看到 都能看到 对对对 甚至是一个卖点 我们可以看到Rongi Toto的这个 然后它是一个阿克兰最年轻的火山 对然后所以它相当于就是一个火山岛 我们一上岛的话呢就会被这个黑色的这个火山岩石给吸引了 就觉得非常的奇特对吧 而且又是离我们城市这么近 然后就完全不一样的景观 所以说奥克兰大家是非常幸福的 对真的是 你看就是离我们奥克兰其实传承啊 基本上都是在半个小时 可能多点不多的时间左右 就可以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上去看一看 对我们大家如果就是对这个奥克兰本 这个不是离岛的地方已经顽腻了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来很久的 来很久的对我们就建议大家就是河部就是坐个小这个船 然后呢观光一下 然后就上岛还可以徒步啊各种玩 然后这个火山岛上面呢 还有我们最世界上最大的Pohutakawa森林 Pohutakawa就是那个我们新海的圣诞树 对很漂亮 所以你想象最大的森林 就是一片红红绿绿的 特别的漂亮 然后上面的海滩呢也是非常的美 美 我们还剩下几十秒 我相信大家现在很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您提到那个船的公司 我们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 叫做Fullers 听一下给大家听 F-U-L-L-E-R-S F-U-L-L-E-R-S 对有的地方也叫Fullers360 对 但是你只要输Fullers 就能收到他们的官网 是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去确认一下 有的是有船 有的是没船 有的是只有周末有船 但是都是可以去到刚才这些岛上 好了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已经到了时间了 我们只能稍作休息一下了 下一次我们请Louis 接着跟大家来聊 是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它 means being responsible for all our rubbish and not leaving it on the land 它 means using a toilet not the bushes 或 holding on until your next available dunny respecting the wildlife giving them space and peace to breed and to feed naturally it means enjoying the country safely and telling someone where you're going it's knowing which track suits best and when it's good to turn back it means keeping our distance when we take photos yeah so that's it it's a way that we can all enjoy this beautiful land and make sure our kids can too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atching and if you'd love to introduce our friends so thank you so thank you thanks to everyone and see you next time on the next week on the next wee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